嗨,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文法的部分 那这一期呢是续上一期 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 といえば跟というと的用法吗 那还有另外一个呢是といたら 他自己呢也有自己一个独特的用法 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 好的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解说之前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他我的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哦 而且还在旁边那个小小铃铛呢 按下去选择全部通知 这样子呢每个星期有更新新的视频内容 之后你将会是第一个 叮咚收到通知的啦 好的那在这里呢 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 因为呢这一期视频 如果没有错的话 发会是2024年的第一支视频 那就要来跟大家说一声 在新的一年呢 也希望和大家就是互相关照 如果有什么提议什么意见的话 也可以给我知道 那如果没有错的话 今年应该本身是会有一些些 对于这个视频的一些改变 以及呈现的方式 就是丰富一下这个视频的内容 因为太闷了嘛 全部都是教学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呢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好的那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主题 那今天这一期呢 会来跟大家分享就是 两种的文法 那这是第一期 就是我们讲的 那它跟 基本它的这个基本的用法 还是一样的 就是会有联想 第一种的用法就是联想 当你说到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联想到什么这样子用法 那它的接续词呢 依然还是名词的部分 如果你要用形容词的话 就要把它换成名词化 把译变成撒 就是或者是后面加一个撒 就把它变成名词化 那第二种用法呢 它的意思呢 就是当你提问的这个人呢 要表达对此感到惊讶 感到好像非常的惊奇 然后呢 就是要表达心中的那种感动 那种感觉 它是强调在于情绪当中 情感当中的表达 当你说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有怎样的一个表达方式 情绪的方式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第二期会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といたら 后面加一个ない といたら 后面加一个ない 到怎样用法呢 我们就在下一期的视频 会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所为大家准备的一些例子 好了 那这些例子呢 都是以就是我们看到一些事物呢 感到非常惊讶的时候 我们会用的一些词句 在我们来看 富士山の美しさといったら 那这边呢 它是说什么呢 富士山の美しさ 就是富士山它的漂亮 它的美 美しい 是它的形容词 把它换成sah 把i换成sah 就是名词化 它的美这样子 所以富士山的美 就是当我说到 当说到这个富士山的美呀 是非常你要表达那种 强调自己的情感 压抑的 惊叹的 这样子 言葉では 言葉では言い表せないほど ほど就是程度 就是你看到那个富士山的美 你就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它美到呢 无法用词句去形容 去表达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大家明白吗 就是好感动哦 看到这个情景 你就会有那种感叹的 惊叹的那种用法 富士山的美丽 富士山的美丽 是说的 言葉没有表达那种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她的肌肉的白色 是说的 像雪的样子 她的肌肉的白色 是说的 像雪的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感叹的 彼女的肌 肌肉就是皮肤肌肤的说法 の広さ 这边的広さ是広い 広い就是白皙白的意思 那我们要把它变成名词化 一样的呢 把意去掉变成さ 広さ 所以我们讲了 当你说到她的这个 皮肤的白嫩 就像什么一样 就感叹很惊讶的 哇 当你说到我 当你说到她这个女生啊 她的皮肤的白皙度啊 像什么样 まるで雪のよう的 就像是雪一样 这么白 这么细腻的 这么嫩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彼女の肌肉の白さと言ったら まるで雪のようだ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三个例子 昨天の暑さと言ったら オーブンの中にいるかのようだったよ 昨天の暑さと言ったら オーブンの中にいるかのようだったよ 所以这个呢 它也是一样 是形容什么呢 昨天の暑さ 暑い就是热 暑さ就是它的热度 说到昨天的热度啊 这样子 说到昨天的热度呢 就是你也可以是惊讶 但是是比较负面的用法 你惊讶于美 或者是让你感叹到 哇很漂亮 很怎么样 但也可以惊讶在不好的地方 就是啊 已经夸张到怎么样 昨天的热度 我说到昨天的热度 好像这么的热 所以它一样是拿来比喻的 所以 オーブンの中にいるか 就是 它用这个カ就代表说是 好像有这个错觉 是在这个烤炉当中 这样子 のようだった 比喻 就像 不知道是不是在烤箱里面 一样这么的热 昨天の暑さと言ったら オーブンの中にいるかのようだったよ 好的 那最后两个例子呢 还是依然要跟大家讲解一下 也是一种联想的用法 就是最基础的 你可以和トイエバー跟トイユト 交换着用的都可以 比如说像 日本食と言ったら やっぱりお寿司だよね 日本食と言ったら やっぱりお寿司だよね 所以日本食就是什么呢 日本料理 就是日本的食物 日料日式料理 日本食と言ったら 当你说到日本料理的话呢 やっぱりお寿司だよね 果然还是什么 果然还是想到寿司的吧 这样子 所以它是联想题 想到日本料理呢 我就会想到寿司这样子 或者是ラーメン这样子 やっぱりお寿司だよね 这是最基本的用法 那另外一个也是一样吧 最后一个例子 春と言ったら 春と言ったら 说到春天的话 我们会想到什么 说到春天的话 さくら 就是我们讲的 当就是四月 三月末 四月初的时候呢 应该是这样子的时间 就春天的时候 天气还是稍微一点冷的时候 那个就是 樱花最盛开盛放的那个季节 所以我们想到春天的话 就会想到 这个樱花的季节 所以春と言ったら さくらだね 春と言ったら さくらだ 春と言ったら さくらだ 就这么简单 好的 以上呢 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期内容 就是といえば というと 跟といったら 之间的差别 以及详细的这个讲解方式 这样子呢 大家就会比较容易掌握得到 这三个 虽然看起来好像一样的 但是 为什么有一些地方是可以用 有一些地方是不可以 那如果 有错过上一期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从这里的连接 直接去到 上一期的视频的教学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依然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给我知道 那如果我看到的话呢 也会给予大家解答的方式 好的 那我们今天教学视频呢 也到时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内容的话 别忘记给个大大赞 然后分享去给你所有朋友 那如果你还没订阅他们频道的话呢 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子你就可以第一个时间呢 说到他们最心动他了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吧 おすすまでした 拜拜 おすすぐバレンタイだね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联想题嘛 哦 你说到2月了 就是也快不久了嘛 就是在后个月 就是2月了嘛 就是快新年了 所以他就是说 想到2月的话呢 你说到这个2月的话呢 2月というと バレンタイだね 对他们来说 因为没有华人新年嘛 对他们来说 2月的这个 最 可能最有 是 对 对